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月前没人关心 但林书豪现在成了全球媒体宠儿 尤其是这一间纽约小报新闻日报 过去20天的体育版封面 天天都看得到林书豪 之前创下这项记录的是高球天王老虎舞姿 2009年的桃色丑闻 让他连续20天登上纽约邮报 林书豪一气爆红 连续20天登上新闻日报 追评舞姿的记录 连续红了一个月 郝小子依旧做自己 上周六NBA新秀赛前 林书豪还被拍到 和队友Landry Fields忙中偷闲 翻阅以他作为封面的时代杂志 郝小子看得入神没发现被偷拍 同一时间 尼克队的推特放上林书豪和小飞侠 Coby的漏网镜头 Coby左手轻拍林书豪的背 另一手紧抓他的手 像是在耳边说些鼓励他的话 英雄喜英雄被尼克队注解成经典照片 就算没有比赛 还是天天可以看到林书豪出现在电视 报纸 杂志上 网路上 这一波林来风丝毫没有检退迹象 中间新闻林芳颖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篮球的精彩赛事了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这几位来宾 资深媒体人黄敬平 大婉 沈副雄 沈大佬 大家好 还有刘一红大哥 大家好 还有我们资深的体育球评 钱定远 大家好 好 我想一开始定远 你先来跟我们讲一下 明天到底要怎么比赛啊 这个队的这个队伍强不强 尼克队 明天的对手呢是骑士 那骑士目前在东区呢是排名第九 跟尼克呢是有两个名次的差距 尼克目前是排名第七 当然呢我们要看的就是林书豪的队位球员 林书豪明天的队位球员呢就是 他们的选秀状元2011年12年赛季的NBA选秀状元 Ervin呢上个礼拜呢在NBA的明星周里面呢 也入选了未来之今挑战赛 如果大家呢把你的眼睛全部放在林书豪的身上的时候 大概你只看到那几分钟林书豪上场时间 可是呢全场你都会看到Ervin他全场砍进了34分 他是未来之今挑战赛的MVP 为什么他会加入到这个骑士队 当然跟LeBron James的离队有关 09年啊小皇帝LeBron James离开了这个骑士队之后呢 第二年骑士队的战绩呢就是 啪 如江河日下掉到了东区的最后一名 你想想看谁能够顶住LeBron James 一场平均大概30分左右的这个空缺出来 那也因为他是东区的最后一名所以在今年2011 12年赛季的时候呢骑士队呢就拥有了第一指名的选秀权 他就选了这个人Ervin19岁而已 他跟LeBron James呢颇有几分类似 哎呦他比林书豪还年轻哦 对 LeBron James是18岁进NBA 然后这个19岁 也是高中时代就非常非常出色的一名球员 那我们知道这个LeBron James在进入NBA的第一季 就把骑士队呢从一个万年的烂队呢 拉近了季后赛 那Ervin呢看起来也有这个能耐 因为目前骑士队呢经过了明星周之前的上半球季呢 打到第九名的成绩 去年是东区垫底哦 如果在下半球季呢稍微的再努力一下的话 他很有可能再度的演出LeBron James在过去 给骑士队带来的很多惊喜 所以呢 明天呃林书豪呢对战这个Ervin呢 其实呢是蛮好看的 因为他们两个基本上呢在很多的攻守数据上面呢 都非常的接近包括了得分啊以及平均的助攻 那么两个人呢都是在上半球季 你帮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做了这个手摆要用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林书豪呢 他基本上呢在本季的平均得分14.4分 那Ervin呢是18.1分 那么对于空位来讲的话呢Ervin的助攻平均呢是5.1 那么林书豪呢是5.8 不过呢薪资差很多 因为选秀创业的薪资是514万美元 而林书豪的薪资呢是76万多一点 那是NBA的最低的薪资啦 那么在明天呢我个人觉得Ervin呢 也许不是林书豪在过去啊 这实际场比赛里面碰到的最强悍的后卫 也不是呢最有经验的后卫 因为他毕竟是一年级生 但是呢他绝对是一个进攻手段最多的后卫 他太聪明了 他基本上呢Steve Nash说 他的这个进攻的谋略 解读比赛的能力呢也非常的强 他也非常的看好Ervin 是一个NBA未来的明日之星 所以呢两位都同时被Steve Nash赞扬过的球员 明天呢要同场竞技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所以而且这个竞品 这个Ervin啊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资料说 他的这命中率也蛮高的 有高达47.6% 哇所以如果他在发挥 像他那时候在球场上面 可以达到三十几分那样子的话 那岂不是对于这个尼克队 或者是对林书豪来讲 又是陷入苦战吗 所以势必明天的这个林System啊 林体系包括这个豪瓜 豪瓜连线要充分的发挥 还有包括所谓的那个 你好妈连线 这个站立的一个三角形 要整个过足神 整个纽约尼克队的一个铁桶防卫症啊 要不然你没有办法看守好Ervin 你看今天其实对尼克队来讲 也不自为一个好消息 怎么说 因为今天早上 赛尔迪克队跟这个 克里芙范骑士队的一场比赛 骑士队就以三分之差 83分输给了86分的赛尔迪克队 可是在83分的这个比分当中 Ervin他也是砍下了24分 所以可见得这个小子啊 未满20岁 19岁的一个潜力新秀 还是NBA的一年级生 他有他的一个强大的爆发力 这个当家后卫的遭遇啊 其实对林苏豪来说 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因为至少对林苏豪 跟纽约尼克队而言 都是欲强则强 我们看过前面几场 八球场的一个 林苏豪先发的比赛 对不对 至少先发了 除了遇上了这个小皇帝 James那个热火队之外 其他 你看到他碰到他的其他的球队 真的是小牛队等等之下 都拜倒在尼克队之下 所以我觉得林体系要正常的发挥 豪瓜之间啊 要充分的一个配合 还有大家都在验证说 安东尼这个 能不能配合到林苏豪这边的一个 他的一个攻球传输的一个连线当中 那在配合林苏豪 巧妙的一个助攻之下 然后让安东尼 甚至跟Chandler 甚至跟几个Stardman 几个球队 队友都能够充分的发挥 再搭配其他的他的好朋友 菲尔什那些人 就是外线的在给这些敌人 这个忍不防的一个袭袭啊 所以说 我觉得明天精彩 当然 大家还不是习惯会看 两大球队当中的一个球星 就是尼苏豪跟这个林苏豪 但是 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尼苏豪 不要让他拿到分数太高 然后 还有包括他的助攻 跟他的一些 压低他的一个命中率 就是47.6% 因为 比较林苏豪跟他的一个命中率啊 民苏豪是比他差了一点 所以我就说 这个部分就是明天要守住 这个尼苏尼克队 中教的一个功课 对 不过说真的 这尼克对现在 这个对林苏豪来讲 最怕他很累 不过现在是不是稍微 休息够了一点 这个对于明天上场表现 是比较有利的呢 我觉得明天累 已经不是一个借口了 那我认为明天 打完以后 不管谁赢谁输 我觉得晚报 一定会把这个林苏豪 跟这个Irvin啊 并排 然后比较 每一个项目 每一个category 就得分啊 命中率啊 助攻啊 民一大堆 那这个是一时的 有趣嘛 但是长远来讲 我觉得明天一天的对打 是没什么意义 因为只要看 那个教练的打法 也要看他其他队员的配合 也要看教练赋予 这两个人的角色 来决定他们得分的高低嘛 那我觉得长远来看 我上个礼拜 我在本节目有讲过嘛 我今天多加了一下 应该是 Good Very Good Excellent Outstanding Superstar Superstar 那我认为Irvin现在的状态啊 几乎 几乎如果不是Superstar的话 也是从Star 迈向Superstar 他几乎是Superstar 但是林苏豪 现在他以他的热度 大家疯狂的情况 你也可以说他Star 但是平心而论啊 尤其是对热火一仗 还有呢对那个明星赛以后呢 大家其实白人的主流媒体 已经多多少少捧他上去的 也要把他拉下来 都说他Back to the earth 回到地球了 所以今天平常跟你讲 长远来讲 这个Too early to tell 太早了 不能下定论 但是我觉得大家的公论 应该他现在是属于 Outstanding 像Star的这个地方迈进 有时候恐怕还会退回去哦 但是Definitely 将来在NBA的历史上 林苏豪是不是能够变成 超级Superstar 我觉得这颜值过早 好 这个电源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播的这个报道里面 提到就说林苏豪 现在简直是媒体的宠儿嘛 那像Newstay 对他有这么样密集的一个报道 可以跟这个Tiger Woods来比拟了 可是Tiger Woods是负面的消息 这个林苏豪是不一样 每一个报道你看到 几乎都是非常的正面 那说到这个Newstay 我请教你 他们其实有做一个民调 球迷去票选 说哪个尼克队的球员 是球队下半季成功 最重要的人物 到后来呢 结果说林苏豪呢 最新是以57.3%支持率领先 领先谁 领先安东尼 然后安东尼 田光安东尼才排第二名 然后呢 而且还只有28% 28%跟57.3%的支持度 是差蛮多的 我想这个事情呢 从另外一个端 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现在 NBA的第一中锋 是魔术队的Howard 现在已经 尼克队已经对Howard喊话说 希望能够把他 网罗到尼克队的旗下来 甚至呢 不惜动用 Tyson Chandler跟 Chamber Antony 来跟魔术队进行交换 也就是说 在魔术队可能 不管是不是这个放话的心态 可能的一个整个 舰队的蓝图里面 有一些调整了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说 豪瓜连线可能会变成豪华连线 Maybe 所以Howard终究是一个现金蛋 被称为魔兽 他是目前NBA的第一中锋 而且呢 他的爆发力 他的速度 几乎是无懈可击 如果说 目前尼克队要把他的跑轰战术 以及挡差战术 执行到非常落实的话 他需要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中锋 这个中锋呢 不是像Shuck O'Neill那种 只能够在禁区里面发威 而不能够跑动的 他必须要像一个坦克一样 可以开全速 但是呢 也必须要在禁区里面 跟推土机一样的功能 那目前看起来 Howard呢 是最适合的人选 所以你看这个放话的过程当中 在整个未来的蓝图里面 林书豪被认为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控球位 他的地位是没有被质疑的 可是 Camera Anthony 甚至 这一季才来的 Tyson Chandler 都可能被放在交易的名单里面 如果他们要选择换Howard的话 那很可能哦 豪华连线就变豪华连线了 不无可能 所以你说 现在的纽约人爱不爱他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爱他 但是呢 我昨天看到 大嘴巴就是 Charles Barkley终于发飙了 他认为纽约尼克队 应该要适可而止 不要把林书豪当成是摇钱树 在过去的这几天 明星周之后 这几天的休息当中呢 我们看到太多的 林书豪的专访 专访对于林书豪来讲 他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他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 没有办法好好的沉淀他自己 所以 Charles Barkley的放炮 我是举双手赞成 好 那等一下后来 我们继续来探讨林来风的现象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